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正所谓男人嘴大吃四方 是事业有成的象征 而放在女人身上 虽然跟男人不同 但是却能够帮夫运 能够帮夫吃四方 有一个望夫的一种 嘴巴大的女人 可谓是天生有口福 嘴大如斗 钱财就手 就是古时候的一种橡树口诀 这样的女人不仅能说会道 性格比较强势 更能够在家中帮助老公 一张金口 钱财到家 连财神爷都比较宠爱这种人 是嘴大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臀部 臀部为下盘的重要位置 一般能不能站得稳 脚跟就看臀部有没有重量 这个是古时候橡树里面的一种说法 女人的臀部大 不仅要好生养 更是能够聚财纳福的一种体相 一辈子能够把钱财压在身上 衣食无忧又忘夫 如果是臀部宽如斗 表示身体比较强健 那么福运和财运都会很旺 这辈子不是富婆就是贵妻 大多数都能够早生贵子 这个是臀部比较宽 比较大的一种 我们看一下这个脚像 这个脚掌大如斗 踏遍天下皆是财 那么脚掌大而宽的人 一般走路有风 踏地有声 那么这辈子能风风火火 能够闯出一半视野 对于女人来讲 这个脚掌大如斗 她一辈子财运是不会差的 她们天生性格大气 但是初中有戏 腹中有棉袖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的 就是这个腹中有诗歌 有这个满腹经纶 就是说这个 这个他胸有成竹 这个自己很自信 从小就成为父母的财心 嫁人之后呢 也能够这个成为丈夫的救星 家运的财运的 都是蒸蒸日上 这个是脚 而宽 这个额头啊 额头宽四指 这个聚光聚顶 那么额头呢 是人的一个面堂 是人生的一个堂孔 如果女人额头大而高的话 主一生啊 能够掌权 世界上能够 这个非常不错 那么家庭当中的能够 这个欲富有道啊 人生可谓是双赢啊 既有钱财 又有美满的家庭 这个额头比较宽的女人呢 这个比较凌厉 精干啊 在在内呢 能够持家啊 在外呢 能够这个招财啊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这个额头啊 好了 有关这个面相的案例呢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八字 首先面相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